科技是实验出来是做出来的 那实验当你碰到的时候 那个感受跟你读理论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要让它稍微折一点拉回来 但是要拉回多少 要拉回多少 我们就一直随时侦测随时 能拿下物理教育学会的物理推广奖 可是实至名归 因为戴教授认为 科学是玩出来得动手做才是王道 这个是用来做高低音 那这个呢 这个好像会唱一首歌 来 你看 按这个 这是什么歌 这是什么歌 我的 生日快乐 拍摄的这一天 戴教授教的不是大学生 而是自学的小学生 所以有成功 你以为碰到电脑就跑掉了吗 在教授带领自主学习实验室的孩子 从小学到高中都有 又拿下全国科学探究竞赛国中组第一名 以及包办科学教具创意设计竞赛北区前三名 这些课程之前呢 我是一个科学小白 就是完全跟科学完全没有相干 但自从上了戴教授课之后呢 我就慢慢的进入这科学的世界 然后从这三年来慢慢的 从刚才是非常简单的可能就是小实验 到现在我们一定可以独立自己去完成一个教具 独立去进行一个实验 所以我觉得对孩子来讲 他其实除了启蒙之外 他把孩子拉到一个不一样的高度 就跟很多坊间一些科学营队是不一样 然后我今天打包好给你弄好 大家嘻嘻哈做完就没事了 老师会让他们觉得真的是这样吗 我如果换一个方式我可以怎么做 不只得到学生和家长的肯定 有另一双透过镜头记录的眼看得更真切 感动耶 我觉得记录老师大概已经两年半了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典范 他有科学家严谨的实验精神 科学方法 科学的态度 所以他上课的时候很严谨 可是他也会在这个科学之外的领域告诉孩子们 其实科学家最终还是要回归到生活里 所以他也会教小孩怎么去设计 比如说他在Arduino设计出来的东西 如何变成是一个有用的商品 有没有发 你这边没改到 你这样会不会加务 你这边也要 让人感动的戴明凤教授身处大协殿堂 且能超接地气 看看这整排的科学教具 都是戴老师团队的心血结晶 燃烧会造成空气的养分被用掉 那又因为热 所以在下面的火源的地方会是低压 有蛮高的压力差 所以就会造成空气在这里面对流 在探讨火灾现场 其实是很有帮助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利用光源闪平的效应 就是几秒打一次光几秒打一光 让你以为水滴是静止在半空中 或是逆流或是往下流 那这是在很多空间艺术造型上常常用到 这个很有趣的是 我有时候可以看到 抹一圈是顺一圈是逆的现象 那为什么有这个现象 那这个就是我们视觉 暂流还有闪平的效应 地水火风都能变成教材 让物理走出呆板实验室 更希望透过动手做 让科学融入生活 尤其进入AI世代 有了这些硬底子更吃香 其实现在常常讲 AI或是机器人 或是机器手 打纹锡 手术刀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当然 当然只有程式 其实不见得 你要弄到很精准 你很多物理概念要有 才能计算得很好 才能把东西设计得很精准 很精确 比如说一个机械手 它能够承受多少 能够抓多少力道 这个手腕的 机械手腕长度要多长 这个扭力要多少才够 需要持多少力 这些都是 还是需要物理 也透过教学现场发觉 其实小小孩学起自动控制 有时候比大人还快上手 我们有一些语言上的习性 还有一些习惯性的逻辑想法 可能跟机械里面的逻辑的运作 其实有落差 那对比较小朋友 他就很容易接受新的东西 因为他没有传统的包袱在 所以有时候小朋友 其实蛮好教的 他看到自己写的程式 是能够让本来死板的东西 没有生命的东西 也能动起来 小朋友就很开心 从玩科学出发 还能蕴含严谨的科学态度 到底能如何翻转学习 那个学习动机 强烈到 他们可以为了某一个专题 深夜跟老师在对它 这种事情是很难在 一般的学校法属 一开始会先用游戏的方式 然后跟手作的方式 启发我们对科学的兴趣 然后到下半堂课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去探究 到底哪些东西是我们实验的数据 然后会改变我们实验的结果 那就更深入地去探讨 每一个实验的细节 然后也让我们理解这些原理 所以这样是一个很棒的实验方法 带铭峰教授推广科学教育的苦心 就从绽放在孩子脸上的微笑 找到肯定 因为能让学生舍不得下课 这样的教学功力有多强大 不言可遇